觀眾朋友大家好 現在由鍾家衛為您報導新聞 首先是新聞提要 FBI調查兒童色情案受挫 特供兩死三傷 權益受損 女運動員提訴拜登性別認同法案 美國常將稱 須為中共或俄羅斯的核戰爭做準備 拜登簽大量命令 簽名真假受質疑 五角大樓大清洗 針對川普盟友 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 美國聯邦調查局 2月2日在佛羅里達州日出市 Sunrise的一組執法人員 在執行聯邦法院頒發的搜查令 針對一項兒童色情暴力犯罪進行調查 行動中兩名FBI特工 在同一名嫌疑人的槍戰中中槍身亡 另外三名FBI特工受傷 疑疑犯也已經死亡 FBI稱之為黑暗的一天 聯邦調查局 麥亞密特工 麥克爾 勒玉洛克 Michael D. Leafrock 和發言人吉姆 馬歇爾 Jim Marshall 在一份聲明中說 槍擊事件發生在當地時間 星期二早上6時左右 在日出市的 Water Terrace公寓大廈之內 這是一個高檔封閉式社區 裏面設有健身中心 游泳池、水療中心和網球場 特工丹尼爾、阿爾芬、Daniel Alvin 和特工努拉、斯瓦神貝格、 Laura Schwartzberg 在執行任務時被槍殺 消息稱 疑犯在開槍自殺之前 將自己反鎖了幾個小時 特工是從門外被槍殺的 沒有進入公寓 據報導 槍手使用了大公屋捕槍 並且在室內發現了其他武器 根據麥亞密先驅報的報導 這兩名特工 都有調查兒童色情 和性虐待案件的歷史 由於事件涉及到長久以來 民眾關注的針對兒童的色情暴力 和兒童販賣的罪惡 特別引起關注 早在2017年2月9日 川普總統 就在國家安全和國防方面 提交的行政命令 關於執行聯邦法律 與跨國犯罪組織 或防止國際泛運的總統行政命令 2020年6月 川普政府發布了年度人口泛運報告 為推進終止人口泛運的鬥爭鋪平道路 而知名律師林伍德 也曾經在社交帳號 曝光戀童癖犯罪的視頻 而且涉及臭名超注的愛撲斯坦 Jeffrey Epstein 以及美國政府的官員和深層政府 林伍德曾經透露 從2009年夏天開始調查佛羅里達發生的兒童綁架事件 這位記者揭發出國際嬰兒銷售 和兒童性泛運活動 背後有錯綜複雜的龐大網絡關係 不僅涉及假宗教人士 例如假牧師 約翰·列根 John Reagan 還涉及政府部門 例如佛羅里達州兒童與家庭事務部 還涉及媒體 例如CNN記者 阿達哈里斯 阿達哈里斯 亦協助了兒童泛運活動 他甚至揭露 CIA、FBI亦參與其中 林伍德說 曝光這些罪惡 令自己的生命、家人的生命 和一些值得信賴的同事 都置於危險之中 但是他不能夠站在陰影中 無動於衷 允許那些孩子 繼續被虐待和泛運 美國四星海軍上將 查爾斯·李查德·Charles Richard 在美國海軍學院《學報》 2月份期刊上發表文章說 在對全球核武平衡 進行重要的重新審查之後 中俄兩國的核武威脅 已經不可忽視 美國必須做好準備 以應對中共或俄羅斯的核戰爭 同時尋求揭制戰略武器使用的方法 李查德將軍說 近年來莫斯科和北京 已經在核能和戰略能力上進行了投資 這些能力只在限制美國的行動 測試同盟 並逐步超越我們 包括核能利用 如果他們認為常規的損失 會威脅到該政權或國家 他們可能迅速升級 為涉及核武器的衝突 他在新調查中敦促五角大樓 必須將幾乎無可能爆發核武衝突的假設取消 現在應該建立核武威脅存在 非常現實的可能性的概念 在中美兩國爆發貿易戰之後 美國政府多次指控中共 進行核試驗或研發核武活動 美國國務院在2020年4月15日 在一份報告中指出 儘管自稱遵守了國際核條約 但中共新疆羅布博的核試驗場附近 自2019年起出現活躍行為 美國譴責 中共當局在該區附近 進行了大量挖掘活動 被質疑正在挖掘 容納低級別核爆的實驗場所 李查德警告 美國政府和軍事領導人 需要更好地理解核衝突造成的新危險 並形成核武威懾和必要時開展核戰爭戰略的新概念 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 現在是美俄之間的唯一核武等關鍵戰略武器管制條約 在1月26日 普京和拜登進行了首次通話 達成共識將2月5日到期的核武控制條約 現場5年 在此之前 中共拒絕加入 削減戰略武器相關的談判 外界估計 中共當局 持有的核武器約為300枚 但相不清楚真實的數據 喬拜登一上台 就簽署了一項關於性別認同歧視的行政令 允許全國的學校讓跨性別運動員 以他們所認同的性別 參加體育競賽 目前這項命令 受到女運動員的反對 美國新聞網站OANN 在2號報導 埃達河州立大學的學生運動員 麥迪信·海尼洋 Madison Canyon 反對這項命令 稱生物學上的男性 他有先天的身體優勢 海尼洋說 當你了解到很多事實 以及通過青春期男性身體 如何發育 和在生理上是男性身體 相對於女性所擁有的優勢 令我感到很煩惱 他接著形容 以前曾經和實質擁有男性身體的人 進行過比賽 既令人沮喪又毫無動力 報導說 埃達河州在大約一年前通過了婦女體育公平法 同意禁止跨性別運動員從事婦女體育運動 是美國第一個這樣做的州 很多女運動員認為 這個禁令保護了真正的女性 得到公平競爭和發展的機會 海尼洋說 當女孩子談論這件事的時候 他們會收到很大的反響 而事實上 那只是促進公平競爭 我們只想擁有一個法案 能夠為我們提供受到保護的機會 但是 拜登的最新行政命令 推翻了該法案 因此 拜登政府現在正面臨 包括海尼洋在內的女運動員的法律訴訟 海尼洋的律師說 拜登政府正在向女運動員發出這個信息 那無關係 但政府應該為婦女設立一個單獨的體育部門 可以確保她們成為冠軍 並保持公平的競爭環境 很多專家認為 兩種性別之間的生理差異 可以是一方在比賽中發揮優勢 拉夫堡大學 Loughborough University的研究員 喬安娜哈帕 Joanna Harper說 她們具有優勢 腿長 胸部容量更大 這些都是優勢 儘管越來越多的人 在大學運動中 能否保持公平的競爭環境 感到擔心 但拜登簽署的法規 仍允許跨性別運動員參加比賽 在拜登上台之後 簽署了超過40多項法案 大量推翻川普政府的政策 要恢復奧巴馬時期的措施 但拜登在最新官方文件上的簽名 引起了民眾的關注 美國網關專家在2號報導說 眾所周知 喬拜登正遭受著中晚期癡呆症的折磨 那就是為什麼 民主黨人整年都將她收藏在地下室裏面 一位密蘇里州的藥劑師 日前向網關專家 發來了她自己對拜登簽字的觀察後的一些看法 她說 作為藥劑師 她的工作之一 就是觀察醫生簽名是否有偽造 決發了拜登前後簽名的對比 分析說 拜登這些簽名 都是來自公共領域 很明顯 拜登有一個既定的簽名 但在文件上的最後三個簽名 是來自不同的行政命令 可以在聯邦公佈上找到 在她看來 顯然不是她的簽名 看起來更像是她的妻子吉爾的簽名 她提醒注意拜登的B字 她得出結論說 可以確定拜登的簽名是偽造的 並懷疑 她因為簽名不穩而感到尷尬 於是讓妻子 為她在公務上簽字蓋章 在附件上可以看到 最後三個簽名一模一樣 說明有印章 只要是她的簽名就可以了 或者這樣更容易提交給聯邦公佈 但是 被別人簽字蓋章 約束法律文件是違法的 網關專家表示 他們正在聯繫白宮 以尋求評論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 在2月2日下令 要求在五角大樓 42個民職諮詢委員會任職的數百人 在兩週內辭職或被解僱 這些委員會有助於指導軍事政策 包括教育、商業、科學 甚至陸軍基地的改名 這個舉動 被認為是急於清洗川普政府 最後幾天被任命為委員會成員的 川普忠實支持者 這場史無前例的全面清洗 直接影響到川普政府任命的官員 例如政治顧問 萊曼多夫斯基 Corey Lewandowski 和博西 David Boese 他們在去年年底 進入了國防商業委員會 Defense Business Board 其他川普的支持者 其中包括前眾議院議長 金里奇 Newt Gingrich 也被任命為五角大樓 其他諮詢小組的成員 有報導說 拜登和新任國防部長奧斯汀 願意採取激烈的措施 以便與前政府決裂 並剷除川普的盟友 在給五角大樓高級領導層 解釋審查的備忘錄中 奧斯汀試圖通過下令重組 來迅速給國防部打上自己的落印 他指示對國防部所有諮詢委員會 進行零基礎審查 包括任何不受聯邦諮詢委員會法 Federal Advisory Committee Act 約束的諮詢委員會 隨著審查過程的展開 所有42個諮詢委員會的業務 將暫時停止 所有成員 除了由拜登直接任命的個人之外 必須在2月16日前辭職 否則將面臨解僱 不過五角大樓 並沒有明確地 將他們的審查過程 歸結為出於政治動機的清洗 中文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視聴者 李宗盛